我们来看一下,现在要求这一个图形的周长吧 那么怎么来算,是一个很不规则的图形的周长 今天老师告诉你们一个新的方法 平移法,来看一下怎么算 我们看到这条线段,我们可以利用平移往下 移,到了这里 好,这一个往下移,到了这里 通过平移之后,整个这个长是不是就是 无面移 好,接下来再看到这边 这一个同样的,我往这边平移 这里,这一条线段往这边平移 这里又将这个三移不全了吧 好,同样的方法 这边通过平移,你看 是不是,也不全了,这一条边 那么这一个通过平移 不全了,这一条边 实际上这一个不规则图形的周长 就相当于是等于 长方形的周长 那么长方形的周长就是 长 小前方形的周长 请ам按赏收尾 好,好,好,好 喜遇,太快 christ,好 你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